在我们生活中,有这样一句话,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狼。 确实婚姻对于女人来说非常重要,如果能够嫁给一个如意郎君,那么生活必然会幸福美满,但是如果选错了对象,那么生活中的苦,真的只有自己知道。 欢迎来到新闻榜,今天为大家盘点那些本可以有美好人生却嫁错人的女星们。 1. 伍志恒 伍志恒出生于香港,父亲是有名的肺腔科医生,母亲和父亲是同行。 这让他从小就不识愁滋味,在当时那个年代,还在读书的伍志恒,每个月的零花钱就高达三万多。 在女孩们处于爱幻想的年龄时,可能都曾经幻想过会遇见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,能够成功嫁入豪门,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伍志恒曾经就是这样一个让所有女孩子羡慕的人,他不仅家庭优渥,出身于书香世家,父母都是医学界很厉害的医生,而且本人还是个学霸,拿到过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更是在最好的年纪,就遇见了向自己求婚的人。 1994年,年仅16岁的伍志恒就已经在模特圈展露头角,颜值出众的他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郭永纯。 身为香港豪门永安集团的公子,郭永纯在伍志恒面前有着很大的魅力。 他嫌弃80公斤的伍志恒身材有些胖时,伍志恒便走上了自我摧残般的减肥之路。 当时22岁的他,不顾两人之间身份的巨大悬殊,把父母的劝戒抛于脑后,放弃自己大好的事业,执意成为了郭永纯的妻子。 然而婚后仅仅几年时间里,伍志恒就因为过度减肥面目全非,63斤的体重简直和骷髅无异,这难免让郭永纯开始对他产生厌倦。 两人在结婚6年后分居,于2008年正式离婚。 2016年,郭永纯和杨爱锦结婚生子,而伍志恒却一直走在艰难就医的路上。 前夫不愿意给他3万元每月的赡养费,如今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生命中最爱他的爸爸。 2. 叶韵怡 1985年,年仅13岁的叶韵怡凭借着清纯可人的形象,被心态一眼看中。 在15岁时,他就有了自己的大屏幕厨女座,并且一发不可收拾,很快就成为了当红明星。 1995年,23岁的叶韵怡在事业的高峰期遇到了陈伯浩,同年叶韵怡嫁入豪门。 结婚后,叶韵怡全面吸引,在豪门里做她在外界看起来无比风光的全职太太。 可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,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化善。 等闲便却顾人心,顾人却道心意变,富二代的心,尤其容易变。 豪门阔态的日子并不好过,不仅公公婆婆对她颇不友好,就连婚前深爱她的丈夫,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渐渐变了心。 2000年,叶韵怡和陈伯浩离婚,一双儿女归叶韵怡抚养。 五年的婚姻,只留给了她八百万的补偿,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 陈伯浩在离婚后先发制人,把脏水都泼向了叶韵怡,让她一时间名声扫地。 之后随着陈伯浩的经济出现问题,叶韵怡应得的八百万补偿款尚未到位,就连每个月五千的赡养费,陈伯浩都拒绝支付。 陪了夫人又折兵,在这场婚姻中,叶韵怡除了两个孩子之外,一无所有。 3.黄秋燕 根据港媒报道,知名女星宫雪花在节目里爆料,李连杰前妻黄秋燕和李连杰离婚之后离开伤心的远赴国外, 生活并不是顺风顺水,大骂李连杰渣男,引发不少网友围观。 原来,李连杰和师姐黄秋燕是青梅竹马,自小一起习武,两人都是武打明星, 虽然黄秋燕的名气没有李连杰大,但也参演过不少影视剧。 黄秋燕样貌出众,可以说前途无量,后来两人自然而然地结为夫妻, 还生下孩子,一家堪称娱乐圈的幸福典范。 但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,1989年,在黄秋燕怀孕期间,李连杰拍了一部《龙在天涯》。 谁也没想到,这部戏竟然让黄秋燕失去了李连杰的爱, 因为这个男人,对女主角励志深深地着了迷。 在经历痛苦的挣扎之后,她决定给妻子黄秋燕打电话说她想要离婚。 黄秋燕十分不理解,在听完事情圆尾之后还是决定成全心爱之人, 自己则远赴国外,离开伤心之地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黄秋燕在美国没有大富大贵,但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。 4.戴良纯 出生于1958年的戴良纯,有着精致的五官,优雅的气质。 因长相清纯可人,灵动俏妹被挖掘入圈,最终所欲非人,造成悲惨的人生。 在拍戏过程中,她认识了同样是少事艺人的刘勇,面对刘勇的穷追猛打,涉事未深的戴良纯根本没有招架之力。 1983年,戴良纯选择与当红小生刘勇结婚,并顺势吸引。 刘勇的超强控制欲在婚后显现无疑,她不希望戴良纯抛头露面,不仅要求她退圈,还在生活中严格控制她的一举一动。 但凡戴良纯有一点做得让她不太满意,便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。 忍无可忍之下,戴良纯想要离婚,却被刘勇直接挥刀毁容。 在长期的折磨下,戴良纯逃回台北,本以为能够开启新生活的她开始了相亲。 但她不知道的是,丈夫早就在她身边安插了私家侦探,因为她出众的外貌让刘勇一直没有安全感。 因此,她与相亲对象的照片很快就传到了刘勇那里。 看到照片后的刘勇遗弃之下飞到台北,对戴良纯当众质问,并大打出手。 戴良纯的反抗惹怒了刘勇,她把事先准备好的钢叉对准戴良纯,目的是让她彻底毁容。 事后,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,戴良纯得到了自由与650万台币赔偿金。 用赔偿金制好脸的戴良纯和相亲对象颜三元走到了一起, 但这段婚姻同样充满着黑暗,颜三元的可怕程度比刘勇更严重。 为了逃跑,戴良纯投靠了牙医小林,两人隐姓埋名逃到了日本。 安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,戴良纯就被颜三元找到。 颜三元不满自己被戴了绿帽子,深夜跑到两人家中, 造成小林当场死亡和戴良纯脖子被刺的结局。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联合颜三元谋害小林,最终戴良纯放弃上亿的遗产。 自从这次婚姻后,很少能听到戴良纯的消息了, 但没有消息或许证明她生活安稳。 5.温红 温红是一位颜值非常高的女星,曾获得过亚洲小姐冠军。 在影视剧中,温红饰演的大都是美艳无双,风情万种的女子,一颦一笑都非常迷人。 在拍摄《乾隆大帝》时,古天乐对她心生爱慕,展开追求。 那时,她心高气傲,瞧不上平平无奇的古天乐。 美女大都喜欢富豪,温红也不例外,她一心想要找个事业有成的男人。 2003年,她认识了美国大西洋赌场副总裁吴伟杰,对方正是她喜欢的成功人士,有能力,有钱财,有魅力。 两人相识八个月后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,吴伟杰要求温红退圈,在家做全职太太。 事业心强的温红,不愿失去自我,沦为别人的附属,依靠别人生活,所以她坚持拍戏。 吴伟杰非常不高兴,老是疑神疑鬼,看到她的性感照片或者亲密戏,就大吃飞醋,时常怀疑她与异性的关系。 两人在争吵的过程中,吴伟杰认识了一个韩国女孩,被对方的美丽温柔打动,恋上对方。 为了追求对方,努力学韩语。 有一天,吴伟杰和温红又爆发了一次争吵,吴伟杰把她的东西打包扔到屋外,把她赶了出去。 温红非常受伤,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老公赶出家门,沦落街头。 很快,一件更令她受伤的事发生了,一份离婚协议被送到她面前,同时还有一份长长的礼品清单。 吴伟杰在这份清单上列出了她俩相处两年来,她为她买的所有礼物。 这些礼物,温红必须全部归还。 这段不幸的婚姻,让温红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,食不下咽,身体抱瘦二十多斤。 还好,她的第二段婚姻还算不错,第二任老公刘冠亭,是一名健身管理师,对她非常宠爱。 两人育有一个女儿,小水晶,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。 六,沈殿霞。 肥肥沈殿霞在娱乐圈中一向以好人员著称,她不但有着丰满的身材,而且性格开朗阳光,在香港颇受欢迎。 一次沈殿霞帮好友送信给郑少秋,她误以为是情书,还让郑少秋要记得感谢自己。 后来,却发现郑少秋为分手而伤心落泪,沈殿霞这才知道自己闹了个乌龙。 心地善良的沈殿霞为了避免郑少秋心情不好出什么事,还告知郑少秋剧组的人出去玩不要落下郑少秋。 在沈殿霞的关心和温暖下,郑少秋与沈殿霞渐渐有了感情。 但那时的郑少秋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,而沈殿霞却已经在香港娱乐圈大红大紫,两人的感情不被外界看好。 但对沈殿霞来说,她十分欣赏郑少秋认真做事的态度和上进心,也愿意帮助郑少秋成就一番事业。 就这样,两人还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沈殿霞也选择牺牲自己的工作,为郑少秋联系资源,拓展人脉。 在沈殿霞的助力下,郑少秋很快成为圈内的当红演员,可片约不断的她,渐渐与沈殿霞在感情上产生了裂痕。 在女儿郑欣一出生后,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好转。 不久之后,郑少秋便与同剧组的演员传出了绯闻,这样的遭遇让沈殿霞难过不已,但她却无法留住郑少秋去意已定的心。 离婚后,沈殿霞又重归自己的事业,面对背叛,她十分痛苦,但最终还是选择乐观的生活。 在沈殿霞的陪伴下,女儿郑欣怡也渐渐长大成人。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,沈殿霞在62岁时便因为肝癌而去世了。 这个为爱牺牲付出的女人,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尊重和爱护,这也让郑少秋一直颇受非议。 美好的婚姻离不开用心的经营,而一旦嫁错人,更是要付出巨大代价。 不论是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中的明星,还是平凡的普通人,都应该对婚姻保持清醒独立的态度,才不会被种种利益所诱惑,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,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